如果这个方向的选择能够早点实现的话 他就能把自己的主要时间和精力 都用来培养自己的兴趣和爱好 等到他毕业的时候 他直接就可以靠着自己的兴趣爱好 去谋生去赚钱 这样的话他一生幸福的几率 就会比别人大很多 就算是他挣不到太多的钱 就算是他中间会遇到一些挫折 或者说是失败 他也能够更坚强的去挺过去 如果是真爱 他是不会放弃的 他是不愿意放弃的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柳爷大叔看世界 我是柳爷大叔 今天是2024年的2月15号星期四 好滑 前两天我们一直在聊 关于健康的话题 我们说过健康 包括身心的身体和心理的健康 也就是身体和精神的健康 是一切幸福的基础 当我们获得了身心健康 这个基础和保障以后 要如何去追寻幸福呢 人的幸福感最大来源于两个方面 一个是做自己最爱做的事情 第二件就是跟自己相爱的人在一起 这两件事情最能让我们开心 首先我们先说说做自己最爱做的事情 父母们从小要善于发现和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 每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 他都是有自己的专长 自己的禀赋的 如果我们能够让孩子们自己 选择他自己最爱做的事情 发展为事业的话 他们往往都能做得很好 因为当你对一件事情有兴趣的时候 有激情的时候 你会把你所有的精力和时间 全都投入到里面 像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会感觉到累啊 焦躁啊什么的 当你自己做的事情 是你自己特别喜欢做的时候 你可能这种感觉就会很少 你反而是一种享受 就会进入一种叫做flow 心流的状态 最近这些年这个心流讲的也比较多 网上也有很多的介绍 如果未来有机会了 我们可以专门出一期视频讲一讲 每个人当然都不太一样 我们有的人可能是喜欢画画啊 有的人喜欢音乐 有的人喜欢舞蹈 还有的人也许喜欢大自然的一些植物啊 动物啊昆虫啊 所以每个人他的喜好都是不太一样的 我经常说这样一句话 你想放弃和能放弃的都不是你真正的最爱 你真正的最爱是你无法放弃的 好比你的父母说要把你的腿打断 你还想去做这件事情 那就是你真正的最爱了 精神去求任何的事情去操心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想去做什么 当然最开始的时候你可能是 如果你现在比较缺少物质的话 你可能会想啊 我要买大房子 我要买大车 我也买豪车 我要买游停 如果你当前这个阶段精神比较困滑的话 你可能会想到世界各地去玩啊 去旅游 然后去看各式各样的风景 去遇到各式各样的人 去听音乐会 去看画展 做各种各样 你以前没有做过的事和向往做的事情吧 但是当你再往后想 如果你这些事情也都做完了 你最后还想做什么 就是你最后停留在最终的那个状态 当然可能有的人说我就想躺平 那好吧 那可能躺平就是你的最佳状态 如果你就享受这种躺平的状态 那你可以选择去躺平 但等你真正选择了躺平这种状态的话 过一段时间之后 你可能就会觉得生活好 没有意思啊 没有意义 可能是你现在的压力比较大 没有太多的时间去休息 你向往躺平的这种状态 但真正对一个人来说 他只有在做事情的时候 他才能够真正的感觉到幸福 特别是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在我们童年的时候 父母 他是爱我们的 因为他们可能经历过物质溃乏 对他们人生自由的限制 所以他才替我们选择一些职业的规划的时候 他们更多的考虑是 我们以后能不能有足够的物质条件 来支持自己的生活 而他们少考虑的可能是我们自己的爱好和兴趣 特别是当我们的兴趣和爱好可能没有足够多的能力在未来 为我们挣到更多的钱的时候 当然如果是我们有机会从小就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 慢慢的把它培养成一种事业 这是特别幸运的 你可能也会做的会比大多数人好 因为你对他有兴趣 你就会有激情有时间去做他 别人休息了厌倦了 不在做的时候 你可能你的业余时间你都想去做 你没有业余时间还是上班时间 时时刻刻都是你的上班时间 你时时刻刻都在想着他 都想去做的更多做的更好 你所有的时间和精力也都想投入在里面 你做他不是为了钱 就是没有钱你也不想放弃他 甚至说你可能会把你从其他方式赚来的钱 会投入到这件事里面 你在你的兴趣爱好没有成为你的事业之前 他没办法满足你的物质需求 这时候你就不得不首先去找一份 也许你不是特别喜欢的工作 但是你有这方面的能力 因为你受了这方面的教育 或者说是他不需要太高的技术 然后就可以挣到这一份钱 那你就可以先去做这一份工作 先要自食其力 有自己的能力去支持你自己 然后让自己生存下来保持经济独立 经济独立之后 你的人格才能独立 人格独立之后才有精神独立 你可以更多的去选择自己的兴趣爱好去培养 就是说在业余时间 刚开始你的兴趣爱好是不能为你挣钱的 你做的时间越来越多 可能就会做的越来越好 终究有一天在这方面挣的钱可能会比你本来的本职工作还要多 然后你就可以把你的全部精力投入在真正的兴趣和爱好这个事业上来 当然也不要以追求事业和爱好为理由去依附任何人去依赖任何人 因为当你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支撑自己的时候 你依赖任何人基础都是不牢的 对于有条件的家庭来说 在为自己的子女去选择他的专业和人生方向的时候 要尽可能的考虑到子女们他自己本身的兴趣爱好和特长 一定要去考虑他们的意见 他们自己的选择 他们未来后悔的几率会比较小一点 而且他们不会埋怨父母 因为那是他自己的选择 让他考虑清楚 特别是不要为了金钱去做选择 如果是为了金钱去做选择 你赚不到钱的时候 你对他的兴趣突然就没有了 这个不是说你学了某个专业 他大多数人都能赚钱 你就能赚钱 这是不一定的 当然了也有一些工作 大多数人都赚不到钱 但是你如果做得好的话 你就是能赚到钱 你能做得比绝大部分人好 不管是任何工作 你挣的钱都不会太少 而且你如果在挣钱的过程中 你还能感受到快乐 而不是压力和焦虑的话 那你挣的钱就算是少一点 只要能够支撑自己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那你也会特别的幸福 当然对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的朋友 可能都希望孩子选专业的时候 会选择一个更赚钱的一个遭养产业 这个世界它是不断变化的 包括这个产业也是一样 它现在看着好像是遭养产业 等真正未来十几二十年以后 它就不一定再次造成产业了 它是万物随波 它都会波动的 当然你现在可能看到是顶峰 再过几十年它就下了底部了 所以这些很多事情都是说不准的 就是说你如果不能完全按着它的心意 让它去选专业的话 你也要尽量考虑它的特长 它的兴趣爱好 往那个方面尽量靠 既可以满足挣钱的需要 又可以满足它一部分个人的兴趣爱好的需求 说说我的两个孩子 他们的职业的选择吧 我的大女儿 她可能继承了一部分我的基因 从小就对艺术方面的东西比较感兴趣 所以她现在已经进入高中阶段了 她在去年就已经跟我说 她已经确定了她上大学时候的专业方向就是学艺术 所以她会主修艺术 当然她对数学也比较感兴趣 数学是计算机编程的基础 所以她可能也会选修一部分计算机的课程 而且平常我有时候会分享一些 关于管理和投资方面的书籍给她看 所以她对这些方面也是挺有兴趣的 进入大学以后她也会选修一部分这方面的课程 她的目标是拿到三个学位 第一个主修的就是艺术 第二个辅修的是计算机 还有一个第三个辅修的是管理 当然我们也都是支持她的 我唯一的担心就是在四年之内完成所有的学业 压力会有点大 所以我就告诉她可以慢慢来 如果四年完成不了的话 也许可以六年 六年完成不了的话可以八年 她如果有能力的话 那她就四年完成 只要她自己有兴趣的东西 她可能学的会比较主动 会比较积极的去学习 这样的话学习效率会更高 也许她真的可以四年就完成所有的学业 所以当你的孩子选择专业的时候 如果你觉得她的兴趣爱好可能不足以谋生 也许可以这样来选 你经过老师的指导 好比像张雪峰老师的指导 你选择一个比较感觉是更有前途的工作 但是在这个同时呢 你征求一下孩子的意见 他如果有时间精力 你可以跟她说 在大学的时候可以去选修她自己感兴趣的那方面的专业 两个方向齐头并进 一个是满足自己经济的需求 另一个是满足她兴趣的需求 所以未来的话她的选择性会更大 如果她对挣钱的那个方面的专业不是太满意 那她还有机会再回头去选择她真正感兴趣的那个专业 也许她将来感兴趣的那个专业就突然变成一个朝阳产业了 这样的话你有一个辈分会更好一点 我的小女儿的话她就更有特色了 她对书就特别感兴趣 所以我一直叫她小书虫 就是从过一岁生日起 基本上她每年的生日礼物都离不开书 她就是特别小的时候 不光是见到任何书 也不光是书 只要是带文字的印刷品 她都是抓过来就看 当然是如果是有那种小故事 那种在图画那种小书 她可能更喜欢一点 就是从小你就可以看出来 她对这个就有特别大的兴趣 所以我们一直也在培养她 我给她买的最多的东西就是书 玩具是还是排在第二的 所以每次陪她去购物的时候 就是你可以挑两样 两个玩具 两本书 你可以用玩具去交换书 也可以用书的指标去交换玩具 当然最少要保证有一本书 她更多的时候去选择书 她可能会买三本书 然后加上一个玩具 没给她加限制的时候 我感觉她能把整个书店都给搬回家 有时候一买就是买一堆 所以读书对她来说就是最大的兴趣 她一直说等她长大了以后 她要做图书管理员 自己有很多的书在看 自己看书的过程中 也许她还可以写作 所以她从很小就已经开始 在慢慢的在练习写作了 现在已经可以写很长很长的文章了 图书管理员是不怎么挣钱的 但是是一个比较安稳的一个职业 也许在未来的话 这种数字书籍会越来越普及的状态下 这图书馆可能也不是前景特别好 但是我们不会去说 去反对她这个职业取向 毕竟很少有孩子在六七岁就能知道自己未来职业的规划 当然像那种想说我长大了要当宇航员 其实每个孩子都会有这种梦想 很多家长就会觉得她这种梦想只是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其实很多时候你如果按着她这种理想或者说是梦想去培养她的话 她有一天真的有可能会做成那些事 如果你把她当真的话 她就会成为真的 所以很多只是父母没把她当真 你没往那个方向去培养 她就是不会成为现实 这个世界上就是会有宇航员 对不对 这个世界上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职业 别人能成为这样的人 如果你的孩子从小他有这个愿望 他有这个爱好的话 你适时的去培养她 他就有可能成为那个万中无一的人 他会有这种机会 很多事情就是说你不去想 你不去努力 你永远没有机会 你只有去想了去努力了 你才有一点点机会 当然这个成功的话又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 我们以后可以慢慢的再聊到这些话题 好了 说回小女儿 她未来的愿望就是成为一个图书管理员 当然如果能够成为一个作家的话 她也会很开心 因为她也喜欢写作 然后慢慢的等她长大一点 大概就是去年前年这个时期 她又开始喜欢上舞蹈 当然舞蹈也是特别好的 也可以培养身体的韧性啊 协调性啊 而且可以消耗多余的脂肪啊 女孩子跳舞蹈身材会越来越好的 也开始给她抱了很多的舞蹈班 当然也不是说她每个都非要有多筋多砖 她自己喜欢她就会特别花特别多的时间去练 可能他们班上的小孩子没有一个人比她练的多的 老师不止一个小时的舞蹈训练 她自己可能每天都要坚持超过一个小时以上 所以孩子们的兴趣和爱好 你可以在生活中稍微留意一点 可以慢慢去发现她不一定会要是作为她将来的职业的选项 当然你如果去培养她的话 她如果有机会成为她的职业的选项 她可能会做的比其他人做的更好 因为她的兴趣在这里 她的时间和精力都会投入到这里 她做起来会比较开心 会比较舒服 她就会有一种主动性去做 所以我过往的一些朋友圈里面也提到过 如果想要成功 努力是必须的 但是选择更重要 你想做任何事情 你如果想成功 你必须要付出努力 你不努力在那等着成功是不可能的 这是想在天上掉馅饼的事 但是正常人 你自己一定要去努力 但是努力的方向很重要 你如果努力的方向跟你的兴趣和爱好是一致的 那你就是在做正向力 你是在拉动这个事情 但是如果你的努力跟你的兴趣爱好 它是相反的 那你就在做副作用力 你越努力 你越疲惫 越没有成就感 即使你挣了很多钱 但是你心里没有那种满足感 你可能会用这些挣来的这些钱 去做一些你更喜欢做的事情 在社会中你可能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成功人士 他们当时在茅深的阶段 他们要去按照别人的意愿来做事情 好比是拍电影 可能会先拍一些喜剧电影 但是他在这个过程中 他会不断的磨练自己 自己的能力越来越强 等他有了足够的能力的时候 他就会按照自己的意愿 开始去拍电影 或者是去做自己更喜欢做的事情 所以很多人 他都还是要转向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的 只是早早晚晚的问题 如果这个方向的选择能够早点实现的话 他就能把自己的主要时间和精力 都用来培养自己的兴趣和爱好 等到他毕业的时候 他直接就可以靠着自己的兴趣爱好 去谋生去赚钱 这样的话 他一生幸福的几率 就会比别人大很多 就算是他挣不到太多的钱 就算是他中间会遇到一些挫折 或者说是失败 他也能够更坚强的去挺过去 如果是真爱 他是不会放弃的 他是不愿意放弃的 但是对于如果不是自己的兴趣爱好 没赚到钱 他很轻易的就放弃了 所以就会半途而会 你辛辛苦苦培养了他二十多年 他可能等他自己长大了 自由了 很快他就放弃掉了 反而是浪费了他的很多的时间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聊这么多吧 明天我们 明天和后天可能大叔要处理一些事情 可能就暂时就录不了了 如果星期天有时间的话 我就改到星期天给大家录一段吧 好了 飞机又来了 明天 不是明天 也不是后天 大后天再见 拜拜 点赞 关注 一起追寻幸福吧